花莲锦衣销水联分队由于没有室内场地进行教育训练 先员叶昆锦在视察华人国中水联分校的时候 也特别了解了水联分队的需求 同时他向教育处反映要规划校园内一处空间 给锦衣销同仁作为教育训练之用 花莲锦衣销消防局水联分队106年度 注点在花莲国中水联分校旁 由于校园都是教育处所管理的场地和教室是相当的多 花莲锦衣销教育小组日前前来现场视察 了解闲置空间再利用的成效 由于水联分队在训练仅一销的时候 没有室内场地来进行教育训练 并且向现颜叶昆锦来反映真正的需求 因为我们整个水联分队 那这个目前一销的部分 他们平常的训练户外的训练 这个场地没有问题 但是室内的这些的教育这个讲习的信念 变成了没有空间没有地方 所以这一次利用教育小组这个的一个考察 我们也建训我们这个教育处 以及这个花莲国中能够体察私情 能够找一个适当的空间 给我们水联分队 一销能够来作为室内的这些 讲习教育的场所使用 现颜空间表示 警医小弟兄们可以说是相当的辛苦 平常都会协助消防队来进行各项群务工作 大家感情说是相当的粘密 而这次听到地方需求 让大家可以有适当的空间 来做好训练的工作 记得终于收藏下午导